大家好,我是艾克札德 共加加地圖下半的走法花了我非常多的時間編輯 全地圖調查點都有畫走法 置頂留言內有另外提供Imager外連 給大家下載4K大小的地圖 如果要轉載請著名來源為本頻道並且附上連結 謝謝大家 雖然我覺得可能過個幾天就被其他無良攻略網盜走了 這就是寫攻略的悲哀啊 本地圖的路形鳥是主線給 不用特地找,先說地圖上半步 我的判斷方式是包括村莊都算上半 因為探索都不難 在一開始的沙灘左邊有青蛙討伐站 要防止被挖畫 最簡單的方法是在金碟把當前的肌肉競技場都打完 因為其中一個戰鬥會送仿挖畫的雪白披肩 給你的主控人物裝 隊友會閃所以他們可以不需要 除此之外 討伐站會越來越要求達成各種E條件 要多多利用洞察模式調查 右邊木屋可以接到支線 寄託在武器上的願望 拿到筆記後往中間走 就可以看到藍紫色的龍礦石 有戰鬥 打完後上面還有繩子可以爬 上面也有龍礦石 不止八顆所以不用怕不夠 很容易就能做完 附帶一提 爬繩子上去後繼續往北 還可以抵達陸形鳥戰牌和隱藏寶箱的位置 抵達村莊後暫時不能自由行動 建議另外存檔 村內有新情譜可以挑戰 還有跟大家聊天 好感度選擇如途 聊完後才能去休息以觸發主線 說來如果你不知道同伴在哪 只要在隊伍編成中將你要找的人放在前鋒 他們的位置就會在地圖上以藍點來標示 這樣就很好找 後面幾張在村莊裡找隊友時也能這樣做 克勞德要去休息時 房間內可以找到尤飛武器 獵鷹人 觸發主線後前往右下魔晃爐 這時地圖限制很大所以先不探索 魔晃爐地下二樓直直往右下走可以撿到克勞德武器 水晶劍 來到一個無法通過的橋後 要先下水 右下有路可以前往排水控制台 要先去推箱子好讓插座可以插上 然後排水 再去爬剛剛推的箱子上去 就能拿到赤紅十三的武器 黃金項圈 控制地法後能夠使用路形鳥 但也不要探索 直接去魔晃爐 來到被水積滿的房間時先往右下走到底 然後掉頭使用勾繩槍兩次 接著的第三個勾繩槍點是前往主線的 先不要上去 掉頭可以看到兩個勾繩槍點 當兩次就能拿到地法武器 蒙虎莉牙 與克勞德和赤紅十三不同 這只能在主線拿 錯過就只能用買的 因為完成主線後水會退去 勾繩槍也會還回去 回村子後先前往村北吊橋吧 旁邊的跳跳菇可以讓我們去拿到抗性魔石 然後講支線 支線的路比較不難走 支線,我的寶貝小雞 最麻煩的是第三只雞 它會突然衝刺 若引誘失敗也沒關係 趕快收起罐罐後直接投出 有機會當下就再度引誘 不用跑到雞原先鎖在才丟罐罐 第四只雞反而簡單 引誘一段路後會進入戰鬥 戰鬥完再回報就可完成 支線,令人仰慕的師父 前三戰有可能需要提高難度再打 太簡單可能達不到條件就把怪打死 各怪物一條件要配合洞察模式來調查 第四戰可以降回簡單再打 支線提位秘方 需要先做完,令人仰慕的師父,才能接 這支線想金牌的話很坑 很多地方要注意 一開始護送冬瓜時避免它受傷太多就好 踩炎炎時不要亂踩 這個區域有很多炎炎散步 高級炎炎不止三顆 多在周圍調查就能收起 多在周圍調查就能收起 彩真共加估最坑的是读取存档后摘取的顺序会变 判断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开启扳机效果强度到1 第二种是看倾斜后有没有出现估柄 若有出现估柄而且扳机没有回馈或非常小 就可以肯定顺序是1 接下来照着倾斜角度越来越小 扳机回馈越来越大的顺序来排即可 觉得顺序不对可以按圈取消 最后一颗要排5次顺序 而且只能错一次 每次采估前都先存档最好 三颗真共加估都漂亮摘取后即可金牌完成 接着可以去机场拿凯特吸武器回升扩音器 就在电话亭左上的草丛里 终于要来说地图下半了 在此之前建议先到系统的游戏设定 将导览地图改成固定 还有在世界地图移动时的导览改成导览地图 地图下半的的路线图如图所示 其实还有其他线但全化会太复杂 过主线时我们只能走红路 过完主线后我们可以把红线上的调查点调查完 挖掘点如果不利用跳跳咕的抵达湖泊后再顺时针绕一圈上去 然后关于隐藏宝箱一的蓝线 它被放得很隐秘 走法是找到路行鸟站牌以后 往旁边的小路走 就会有一连串跳跳咕可以跳过去 上面那个蓝线是古代物质二 一样是要用跳跳咕上去 但路线很简单就不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紫線是逐線結束後才能去,在村子南方門口會多一條路,可以發現紫線與紅線完全沒有交集 過吊橋後有兩條路可以走,過吊橋後直接往右有繩子可以下去 另一條路是過吊橋後往前再往右有路可以往上,抵達真貢山丘,再往左可以抵達機場 另外提醒一下,呈現是為避免混淆所以換個顏色,本地圖的路除了跳跳谷以外,還有樹幹可以滑 其中一個通訊塔和討伐點就是要滑樹幹才能到達,樹幹不止一根,後面不再贅述 雪的雨、陰陽長,修理居,是可莫而是可莫而超人,無機的故人 雪的雨、陰陽長,修理居和環環 SUBSCRIBE! 雪的雨、陰陽長,修理居,是可莫而亡聲的 雪的雨、陰陽長,修理居,是可莫而充玉… 雪的雨、陰陽長,修理居,是可莫而丸 雪的雨、陰陽長,修理居,是可莫而小、在山羊中的雨、陽光 stain霰陽長 紫線往下走可以找到隱藏寶箱與古代物質1,路上沒啥難的。至於古代物質3,在地圖上半的右邊,走法很簡單,比較重要的是下半部的青線如何上去。 我只有找到一條路,就是在莫古利商店走邊有個水域,有一個山丘順時針上去有跳跳咕,跳上去便是青線,青線能去的地方也是一大堆而且與紫線沒有交集。其中路行鳥站牌6與隱藏寶箱5是要爬繩子上去。我另外用橙線標注了,古代物質4也只能藉由走青線到達,途中會經過路行鳥站牌5,你抵達後才能開啟前往機場的門。 合想像是大街的物質。 。 另外,古代物質4完成後可以獲得三星祈禱魔石。 最後,關於模擬戰,一陣魔風,想輕鬆達成條件的方法是給同伴裝上青蛙戒指,然後自己打精神吸取者就可以了。 青蛙戒指是第四章夏朱諾的青蛙小遊戲獎勵,地中高級過關各一個,若你想的話一個人上也行,但是會比較困難,同伴來吸收另外兩指雜魚火力用的。 現在共家家能辦的事情終於都辦完了。搭飛機前往星雲峽谷,也是一個地形有點複雜的地圖,而且還有各種小遊戲。 紅ophane